提起水箱藏屍案,大家可能会想到发生是2013年美国塞西尔酒店的南海尔死亡事件 死者南海尔死前,在电梯做出一连串的诡异行为 最后屍体在酒店天台的水塔被发现,成为当年一时热化 而香港亦曾经在80年代发生过一宗水箱藏屍案 失踪五年的黑帮人士原来一直被埋在土瓜环一栋大厦的水箱里 大厦住户五年来,竟然一直在用濕水 最后,虽然警方成功找出兇手 但法庭竟然判他无罪,当庭释放 另外,网上很多讲述这宗案的资料 都表示案发地点是益峰大厦 但确实地点其实是土瓜环和洪福街交界三栋联牌楼的其中一栋 益峰大厦是有13层的电梯楼 而案发地点是只得7层的堂楼 今集就和大家讲下 是1985年被揭发的土瓜环水箱藏屍案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根解码 1984年12月,九龙土瓜环到17号一栋堂楼的住客 都被厕所码痛的问题困扰 因为他们到了夜晚用水量大的时候 经常都没有水冲刺,住客们都怨声再到,苦不堪言 不过经过简单的排查之后都发现不到任何问题 无奈之下,他们只可以自我安慰是水压的问题 心想可能过几日就可以回复正常 谁知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马桶无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大厦住户经分析之后 因为是由于天台的咸水箱已经长年没有清理 导致于泥阻塞水喉管 只要抽干水箱的积水 再疏通堵塞的管道就可以解决 于是大厦住户就决定夹钱 找通渠师傅清理天台的咸水箱 在1月13日 两位工人用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 抽干水箱里面的咸水 于是换好装备,双双跳入昏暗的水箱清理杂物 谁知期间他们发现一条类似人骨的骨头 起初他们都不以为然,继续清理杂物 谁知没多久,他们又发现了第二条骨头 两人都心之不妙,于是立即报警 其后警方和法医官大队人员到场 发现水箱底部有很多杂物 而且在水箱底部的旁边 发现有一处用英泥封住的突出员位 于是就叫了消防员来协助 在消防员作破英泥之后 警方用了一日的时间挖骨 发现有几个装有人体残骸的行李箱 陆续挖出一堆较大件的骨头 其中包括头骨、脑骨和手脚骨头等等 经法医官检验之后,证实挖到的是人类骨头 但只检验到一对成年人的鞋骨 有关他的性别就需要进一步化验 床尸的水箱深一尺半 顶部有一个通口大约两尺乘两尺 是大厦充斥用的咸水箱 由于骨头长期被咸水浸住 所以警方挖出尸骨的时候 骨头都已经被水浸到啡黑色 所以警方相信尸体床是箱底已经有一段时间 另外在挖出的杂物当中也有一张皮单 由于咸水箱底部用英泥封住的面积不小 在天色暂暗之下,警方停止了搜证工作 留下少量警员驻守 直到傍晚,警方亦和公务司署 建筑物条例执行处人员取得联络 派人去到现场试测 警方之后将案件列作凶杀案处理 交由警方九龙总部重案组第二队负责 由于警方运不到船库鞋骨 他们对死者的身份毫无头绪 于是就向附近大厦单位和天台上的住客 录取初步的口供 根据初步调查所得 大厦大部分住客在这一年都没有搬入或搬走 其中只有三楼一户私性人家在半年前搬走 而这户人家据悉是新移民家庭 到底死者是否是这户私性人家的其中一员呢? 由于挖出的鞋骨无明显的缺失 经过两日的时间 法医顺利拼出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 而经检验之后 最终确定死者为男性 年龄介乎25至40岁 身高160至165cm 死亡时间接近5年 其中有手手臂骨头 有明显的利器切割痕跡 所以法医推测 他是被人杀害之后肢解 并且检验是大厦水箱 再根据残鞋的腐烂程度 和水泥的情况判断 空手的第一棋师地点 应该就是这座大厦的水箱 除了人骨之外 警方仍在水箱尋获三个 用来装私鞋的黄色行李箱 一张床单 一把摺灯 和几个压烂了的雀笼 之后再是其中一个行李箱 发现一张背面写有文字的黑白照 虽然由于浸泡时间过长 已经无法识别 相中人物的样子和具体的文字内容 但经仔细辨认之后 重案组确定 背面写的是三个繁体中文字 中间的字应该是一个英字 警方推测 这些物品应该是属于死者 而这张照片应该是死者本人 那空手究竟是怎样将尸体 用英迷封在水箱底部呢? 警方推测 空手气死的时候可能水箱的水位不高 又或者被空手抽干了水箱的水 然后将死者的遗物 和装有残骸的行李箱放在池底 再用水泥将罪证封住 不过由于时间不够 水泥还未完全干透 水箱就被重新注水 再经过长时间的浸泡 导致骨头露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大厦住户 已经用了接近五年的私水 消息一传出 住客们都头皮发麻 甚至当场呕吐 其实香港五十年代就开始用咸水 即是用海水来冲刺 所以咸水和食水都会分开 这些水应该不会有人喝过 不过就算不喝 住客不仅都用过这些私水 再说五年来 大厦居然埋了一具尸体 所以不少人去案件被揭发之后就算搬走 另一方面 警方也密罗紧固进行调查 当客关键是先确认死者身份 警方怀疑死者应该和这栋大厦有关 于是所有住户 在1月16日就被请到警署协助调查 经了解 这栋大厦在五年前 确实是有一个人失踪 更重要的是 据邻居回忆 这名失踪住户 的确是与死者的资料极其相符 这个人叫做邓英杰 失踪的时候33岁 当时住在土瓜环到21号的7楼 他所住的单位有四间房 客厅也放了两张轮架床 在邓英杰失踪之后 单位租客都换了几次 案件被揭发的时候 只得一名汤姓男住客 当年是与邓英杰同一时间入住这个单位 邓英杰曾经加入社团姓和 并且因为好勇斗狠 一路做到双花红棍的职位 即是社团里面最好打的金牌打手 他在29岁那年 在一次黑帮打斗之中受了重伤 甚至传出他的性功能亦受到影响 所以他康复之后 渐渐萌生了隐退的想法 终日在案发大厦附近乱雀 并占用大厦后楼梯挂满雀 并且到处此强凌虐 甚至调弃梁家妇女 虽然退任江湖 但本性难移的邓英杰 并不是真是浪子回头 对街坊说 邓英杰脾气暴躁 和邻居关系极差 他不单只伺着自己的黑道背景 到处鱼肉百姓 甚至会对路过的女孩子 动手动脚 哪怕是有夫之苦 也都难以幸免 而最令人困扰的是 除了抽水之外 邓英杰还会在公众场合 暴露自己的私隐部位 甚至是当着人家的丈夫 父母或子女做出这个举动 所以大厦住户都对这个人被知则吉 不过外于他的黑道背景 大家始终感老不敢言 就在1980年4月开始 这个人见人争的温神突然间人间蒸发 而邓英杰的父亲 虽然在1980年4月22日报过警 但邻居都拒绝配合调查 再加上警方当时也认为这个人身份特殊 可能从出江湖之后 因为犯了些什么案而走路 所以没多久 大家就将这个人遗忘了 个名有个英字 失踪时间 和无声无名的蓝丝死亡时间吻合 中意冷雀 挖出的物品又有雀笼 难道死者真的是邓英杰 警方向一名住戏大厦天台的男子查问 这名男子表示 他在几年前的一日深夜 见到有几名男子搬运物件上天台 再爬上水箱 还叫他离开现场 另外也有邻居透露 在80年4月至5月的一晚深夜 曾经听到邓英杰所住的房间 传出激烈的争吵和打斗声 第二天就不见了他的蹤影 几日之后 几名男子在他房间搬就了一些物品 自称是他的朋友 由街坊问邓英杰的包租工他去了哪 得到的答复是 这个人好恶 可能已经被人砍死 有了这些线索 警方立即找到邓英杰的家属 经被队之后 最终确认这位曾经戚册江湖的金牌打手 确实已经化成白骨 沉浸在垂商接近5年 确认死者身份之后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排查嫌疑人 作为一个有多年劈友经验的前社团金牌打手 初时警方都认为他的死和黑社会有关 不过重案组探员经深入分析之后 认为黑帮分子一般情况之下都不会分屍 他们会直接将尸体抬上车上面之后 再运到海边 绑上石头再丢到大海 属于精心策划的预谋杀人 但这宗案的凶手不单止分屍 还将尸体埋在天台水箱 显示他应该没有运私用的交通工具 所以警方推测 凶手应该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 由于凶手熟悉大厦水箱的情况 警方推断凶手应该是这栋大厦的住户 同时根据常理判断 现在这个人应该已经不再在这栋楼住 否则他无理由明知水箱里埋了一条丝 都会继续在住 所以假设以上推论没错的话 嫌疑人的范围已经可以缩宅到5年前曾经在住 并在邓英杰失踪之后没多久就搬走的人 1985年1月20日 警方再次召集住户了解情况 巧合的是 这栋大厦虽然住户不少 但5年来除了邓英杰之外 流动性并不大 期间只是搬走过一对陈姓中年夫妇 和一对年轻的情侣 其中陈姓夫妇搬走的时间是1983年11月 原因是前往阿根廷和儿子团聚 而另一对年轻情侣 就是在1980年5月离开 至于搬走的原因 据说是政府分配了公屋 但奇怪的是根据邻居的资料 在1982年 这对情侣曾经租住的单位 收到一封政府发来的信 通知两人获得由唐村公屋的资格 换句话说 1982年他们才分配到公屋 但他们提前两年就说 已经获配公屋而搬走 时间点也和邓英杰的失踪时间吻合 很明显这对年轻情侣有极大的嫌疑 于是在1月21日 警方决定前往两人居住的地方 将他们拘捕 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刚刚入屋的探员 就在客厅见到一块灵牌 上面有一张年轻类似的遗招 22岁的男护主见到警方上满之后 一路自然自语地说 报应 报应 这些都是我的报应 是我害死了阿芳 警方拘捕的年轻男子叫做吴玉泰 此后被黑暴蒙头的他 被几名探员带到床尸现场重组安情 吴玉泰向警方直应不毁 表示自己就是杀人和埋思的兇手 不过警方在听完他的公词之后都沉默不语 内心狗狗未临平复 因为这对年轻情侣 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 他们只是两个被恶势力逼到走投无路 而不得不反抗的苦命鸳鸯 1979年初 17岁的厨师吴玉泰 认识了同龄的女子梁玉芳 或者都是情斗初开的年纪 这对年轻人很快就互生情素并开始热戀 更加在半年之后 本入了土瓜环到17至27号的堂楼同居 向一名叫邓英杰的二房东 租住了一个单位其中一间房 这个时候的梁玉芳 虽然刚刚踏入社会 但不动太并不急着给女朋友爱出赚钱 毕竟刚刚早见的爱巢也需要人打理 所以梁玉芳就是两人的爱巢做全职太太 每日的工作就是打扫 洗衣服和做其他的家务 这对年轻情侣 原本以为会在这里开始幸福的新生活 甚至有可能在这里结婚生孩子 谁知迎接她们的竟然是一连串的恶梦 因为她们怎么都猜不到 一个恶贯满形的恶魔就住在她们旁边 由于工作性质 吴玉泰经常都早出晚归 住在同一间屋的邓英杰 天天都守候在这对邻居的房间门口 偷窥梁玉芳梳洗 去厕所和做家务 她偷窥的时候有个癖好 就是故意被受害者发现自己被人偷窥 梁玉芳好快就发现了邓英杰的所作所为 未成年的吴玉泰虽然知道对方是黑道分子 甚至还在金牌打手 但为了女朋友也意无反顾上本理论 邓英杰虽然无对吴玉泰动模 但吴玉泰的上本理论 反而令她越来越胆大妄为 有时趁梁玉芳去厕所的时候 公然闯入露出下体 一是去梁玉芳洗澡的时候 用螺丝批叫开公共浴室的木门门板 公然偷窥 甚至还不知廉耻地 当着吴玉泰和其他邻居的面说 叫吴玉泰借个女朋友给她玩几天 表示这样可能会医好她的性功能障碍 这对无助的小情侣虽然气愤难耐 但毕竟邓英杰都没动手 更何况对方的黑道背景自己确实惹不起 所以儘管受尽了委屈 梁玉芳依然引气吞声 就是这样他们只能每日活在邓英杰的淫威之下 不过为什么活在恐惧之中的他们都不搬走呢 其实吴玉泰也有她的难处 他们搬来这里已经用了一大笔钱 加上当时找不到租金更加便宜的地方 吴玉泰就安慰女朋友 表示已经申请公屋 只要上到楼就可以摆脱这个衰人 于是他们只可以继续委曲求存 而令他们更加不知所措的是 梁玉芳没多久还发现自己怀有身孕 只不过这对情侣的隐扬 并没有换来他们想要的宁静 就是一个月之后 原本动口不动手的邓英杰 还遇到忍不住出手 在1980年4月 吴玉泰叫妻子梁玉芳暂回梁家住 几日之后 在附近酒楼厨房工作的吴玉泰收工之后 带了一把牛肉刀回家 刚好在屋里面的走廊 冤架路窄遇到邓英杰 她和邓英杰当面理论 责怪对方经常调弃自己的妻子 怎知邓英杰反问她说 不行吗 之后作为空手到高手的邓英杰更加开始动手 吴玉泰顺手拿了手上的牛肉刀挡住攻击 在狗潜之间无意中一刀刺中邓英杰的喉咙 但是负伤的邓英杰依然继续嘔打吴玉泰 于是吴玉泰顺手拿了一张木凳 击打邓英杰的头部 邓英杰随即倒地不起气绝身亡 吴玉泰在警方之下将死者尸体拖入室内 发现有两个大的行李结 于是用刀将死者尸体分成两折 先斩去四只 然后分批放入这两个行李结 清洗血迹之后 再将两个行李结搬上天台 抛入水箱 再铺上一层英泥 就是这样邓英杰从此人间蒸发 只不过这个悲剧故事 并没有因为邓英杰的死而结束 1980年5月 吴玉泰和梁玉泰因为无法面对自己大厦 埋了一具自己亲手杀死的尸体而选择搬走 随后两人租住牛池湾某个木屋单位 并在1980年6月领取了结婚证 几个月之后 他们迎来屋企第三位成员 更是1982年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公屋 眼见终于可以走出邓英杰的阴影 准备过着幸福的生活 谁知就是两年之后 一次离奇的意爱摧毁了一家三后的幸福 1984年9月 梁玉芳去黄大仙上乡为家人保平安 因为有一段时间 他经常都发梦 梦到当年邓英杰死的时候的画面 甚至吴玉泰也声称 梦到邓英杰说要回来找自己报仇 否则就要他们的女儿来填命 而梁玉芳求到的是下下签 吓得他不知所措 于是急忙找庙里面的大师求化解的方法 大师跟他说 一切的业债都是因为他们的梁夫妇而引起 要化解就要由自己化解 梁玉芳之后将这件事跟吴玉泰说 于是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梁夫妇都经常虔誠拜神 一个月之后梁玉芳和他朋友 再次爱出找大师指点 途中他们坐的车突然失控翻侧 两人双双被抛出车外 不过事实上他们只是短暂昏迷 怎知当梁玉芳朋友醒了之后 发现身边的梁玉芳已经身体僵硬 没有了气息 虽然梁玉芳没有受到任何致命伤 但刚刚车祸前一天下雨 路面有积水 被抛出车外之后 驱情苦恶的状态 刚刚头部埋在一个深度不够5cm的水淌 梁玉芳就是这么离奇与匿身亡 这种水淌藏私案在高等法院 经过6天的聆讯之后 在1985年7月5日判刑 由六男一女组成的陪审团 经过三个小时的商议 一致裁定吳玉芳谭谋杀罪名不成立 理由是吳玉芳杀害邓英杰是出于自慰 原则上不构成主观的故意伤害行为 法官更加认为五年来 吳玉芳已经受尽折磨 每日都不好过 受尽良心的责备 都被捕一刻才是真正的解脱 又指死者如果生前可以对人更加友善 事情不会发生到现在的地步 所以判被告吳玉芳当庭释放 虽然善有线报 恶有恶报这个说话 并不是经常正确 但是在这件案件 行为野蛮 此世凌人的邓英杰最终都落得沉思水伤的结局 而杀人埋斯的吳玉芳最终被判无罪释放 虽然与妻子阴阳相隔 但总算可以脱离每日提心吊胆的生活 那今集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